中央核備之後 你們需要公告 才可以 執行嘛 那我再問一下 看陳副市長還是 局長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徵收辦法是 哪一年什麼時候 市府公告生效 陳副市長還是 那個局長講一下 這個收費辦法是 民國幾年幾月幾號 市長頒布生效 知道還是不知道 局長 你要把你跳下來喔 我是請這個局長 法治局長 法治局長 幾月幾號 謝議長謝議員 在高雄市議會是 一百零一年六月十二號 就這一個徵收辦法是 准以備查 我是問你市長什麼時候公告 告市政府在 局長你再 你有沒有資料再請你回答一下 我是有一個一百零一年三月二號的這個送請 議會送 被查但是公告的部分我手上現在資料沒有不好意思 好你請坐喔 那水利局長蔡局長你請坐我沒有叫你回答 市長我告訴你 你回答過他們啊 跟高雄市民說 說我們高雄市政府要收這條錢啦齁來我們看下一頁 這一張是我們高雄市政府的令 一百零一年三月五號 你們判定了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辦法 當時還是劉思芳副市長代行 這個令請教一下我們法治局局長 這個令出去是不是就是生效的意思啊 是還是不是 我是被查的部分 只要一公告就生效 就生效嘛齁 這個都已經都報到中央了齁 那局長你不要坐我再請教你 你剛才說我們議會什麼時候管理自治條例 通過啊 自治條例的 你剛才講五月幾號 您是只徵收辦法還是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是 什麼時候 你剛才講過就忘記 五月二十九號 五月二十九號啦齁 那三月十四送到議會嘛 是不是 對 那你請坐齁 市長 我們說 我們市政府從去年到今天都跟我們市民朋友說 說我們這個徵收辦法是因為我們有管理自治條例 結果今天我們國民黨團拿出這個你過去的資料 我們是行無徵收辦法才有自治條例 這個 法治局長 我請問一下 這個邏輯你是念法的啊 這樣也通嗎 你簡單說明一下 那這樣的徵收辦法還有效嗎 議員說明一下喔 在那個徵收辦法基本上是依照中央下水道法二十六條授權 所以基本上它是依照授權的規定來徵收 那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 那在管理自治條例二十二條裡面呢 它有講到使用費的寄收跟徵收辦法 由主管機關來定之 局長 我是問你 管理自治條例是五月二十九號才通過 徵收辦法三月五號市長就公告 你不用跟我講內容 那以你念法的觀點 徵收辦法還是依照管理自治條例來定定的嗎 是還是不是 徵收辦法是依照中央下水道法二十六條授權定定 好那你請坐齁 所以市長啊 這應該很清楚了啦齁 我希望我們市府 就今天開始 不要再說我們高雄市政府 有上自治條例來給議會 所以市長啊 這個 我們頂會給我們黨團的提案 希望說我們市政府可以上這個自治條例 齁 你不要市府啦齁 你不要議會 讓我們全體的議員六十幾個 做會來審這個法案 比較遭遠啦齁 人家說 順主人的議員 他啊 他主人的議 他是好人家 我們高雄市民是主人的 市政府是公僕 是為了這個主人來在服務 齁 我這裡代表 高雄市民的議員選出來 好議 拿這個案來 這個議會來給市府 希望你們可以上屆自治條例進來齁 我是希望說市長 我們的團隊 可以喝喝啊 來修課一下 齁 市長不知道你有什麼看法 你可不可以簡單答覆一下 請 請副市長回答 副市長 那麼 爭受辦法依照下水道法 下水道法很清楚明白 就是要 我沒有跟你講下水道法 下水道 你收謊在線 你還給我扯到別的地方 完全沒有收謊 我們提的自治條例 市府要送還是不送 我跟黃遠報告 你講這個就好了 我跟黃遠報告 法律有明文規定 假設我們今天定的自治條例 抵觸了法律 的規定 那麼效力如何 恐有爭議啦 那如果我們的自治條例 跟法律完全一樣的規定 那我們就順著下水道法的授權 那麼自治條例也有 這是比較周全也尊重議會的辦法 並不是說議會可以制定一個 抵觸中央法律的規定 那市府的徵收辦法是 完全依照下水道法的授權 訂立這個辦法 送中央核定 這個收取下水道管理使用費 是完全依法來徵收 那個陳副長你請坐 市長這就是你的副市長 白色在頭前 跟大家說有管理自治條例 現在你們法治局局長都出來說 你抓到你們80斤 你現在開始跟我說 制定自治條例會抵觸中央法律 你都不知道寫到哪裡去啦 我們看下一頁 市長 全國現在 大家各有用徵收辦法 收這個使用費 其他的五都 包括法連官 都是用使用費徵收自治條例 大家各用市場而已 我們還在議事聽 這麼正在做到 大力冬、四力冬 市長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們這個 不讓市議會 感到的這個辦法 造成多少 我們現在的使用費 會混亂 我現在請我們的動議 再說給你聽 我想從去年開始 為了這個物水使用費的問題 吵得廢廢洋洋 我想國民黨的黨團的議員 絕對站在市民的權益 做把關 剛剛我們華盈也講過了 但是我今天要跟我們 水利吉局長 我想請教一下 從去年我們一直在討論 這個污水使用費的問題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家到底有沒有被裝 有沒有接這個污水使用館 但是你們已經在課徵了 我要請問一下局長 你們污水使用費 從去年什麼時候開始徵收的 你簡單答覆我就好 請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從去年9月 蛤? 9月 去年9月 可是你們有人給我資料是去年6月開始 也有市民跟我講說他們6月就開始收了喔 那個9月的賬單就會出現 那時候公告是從6月開始公告 公告 那收是從9月開始收嗎? 對 那收費的第一次的那個賬單 在水公司的賬單是9月的賬單會出現 那6月開始公告 9月才開始收 好 那我請問你 從那個時候開始就發現很多人 發現他們家並沒有裝 但是你們已經在收費 這叫做物增嘛 那我請問局長 所謂的物增 你們去年給我們的資料是兩千 兩千五百 兩千五百三十 那你們陸續續已經有人提出申請 目前你們數字多少 四千五百三十七 四千五百三十七 我相信這個不是絕對是最後的數字 一定還會再繼續攀升嘛 那我請問你 當我們知道我們的大樓是被物增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申請 那這個部分我們有去跟大樓的管委會提出一些相關的說明 你簡單的說 可以去做一個零貴的退費或者是用轉帳 是我們居民要主動去提出申請嗎 我們會先去管委會那邊做說明 你們會先去 那你怎麼知道是哪一棟呢 有四千多棟 你怎麼知道要從哪邊開始 目前的話都是管委會那邊先來跟我們做說明 對嘛 管委會進行申請 對 然後要準備什麼資料才能夠退費 準備一些住戶的一些相關的水單 什麼資料 來 局長你講清楚 什麼資料 我要讓市長聽一下 住戶的水單資料 住戶的水單資料 然後呢 還有一些住戶的一些相關的 像居住的一些那個戶籍資料 戶籍資料 也就是身份證嘛對不對 你印本嘛 好來 市長我再明天給你聽齁 你們的那個退費申請單的第二項裡面 申請退費必須要減付 要現場會看紀錄第一個 然後要申請書 許敏要提出申請書 再過來要有領據 有領據就是你到底要用退的 要退現金還是要退 帳戶吧齁 再過來就是自來水公司的收據 然後還有減付個人的身份證 影印本 市長 你想齁 我們今天國務省黨團要提出嚴格的抗議 就是 你既然要跟市民徵收這個費用說 你們完全不用市民提出申請 你們就主動從人家帳號 從人家水位帶你們去扣 為什麼今天知道你們錯了 誤真的 是你們市政府的錯誤喔 為什麼今天要退會說 還要市民檢舉這麼多的資料 還有身份證影印本 還要跟他們去自來水申請收據 過去的收據 結果有很多大人跑來跟我們抱怨 我相信我們在座所有國民黨議員 都接到這樣的陳情 那麼繁瑣的一個申請 當然你們扣錢這麼簡單 要給你們退錢 你們就要準備這麼多資料 包括有人跟我說 他們去自來水公司申請的時候 自來水公司跟他打誤說很抱歉 我們的收據 只能夠提供到去年的11月以後 之前沒辦法 這樣不是老名嗎 你問什麼這麼主動 你給人扣錢 要退錢 你就轉轉問題 這個自民能夠接受嗎 何況這是誤真耶 這個不是他們該要付的錢耶 市長 我們在這邊是不是可以請市長 你能夠陳述一下 如果遇到這個情形 你認為要怎麼做 水利局這樣做 對嗎 請市長回答 好 謝謝議長 謝謝陳妍 我認為有誤說的狀況 我們本來就應該跟市民表達歉意 自來水公司跟水利局 在這個部分 確實有失誤 我們應該要承擔 不過這個退會的方式 不管是指定轉帳或者是連貴退會 那我同意 我認為是應該在這個程序上能夠更便便 我會要求水利局 在這個退會的方式 高雄市政府跟自來水公司 應該有更便民的方式來服務 因為我們一開始 在這個勾基的部分 有所失誤 我們就應該做必要的承擔 所以整個退會的方式 我們在這個部分 我們再來檢討 謝謝市長 市長我是剛剛 你們物貞 你們就要主動出擊 對啦 因為這般市民沒這麼用 為了要貼這幾百塊 還要去申請 還要等你們去抵抗 還要等你們審核 這繁鎖的手續 我覺得這是 因為你們做不到財政 我說你要主動出擊 我們主動去查 我把甄妍報告 市政府也是扶植 就說主動去查 我們有跟吳鎮謀 現在我也同意 剛剛陳一眼曾一眼你們的意見 我認為在這個中間 如果市政府能夠更便民的方式 市政府應該跟自來水公司 我們一起來對高雄市民在退會的方式 更公道更便民 整個方式我們來檢討 530戶 到了今年的三月是多少 是4537戶 這麼多 而且還在持續增加中 而且還有人不知道 他們家是沒有接管 但是有收錢 局長 拜託啊 全面清查這個工作一定要做 不是只有說說而已啊 你告訴我們說你要全面清查 結果你剛剛的回應還是說 等大樓主委自己來說了之後 申請了之後 我們再去做 那到底前面還要扣多少錢 我剛剛講是那個表格的一個做法 但是我們現在有要主動全面清查 那目前 你們要主動全面清查 那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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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從現在開始 就要這樣做 我在這邊 今天要再跟市長報告一下 我們剛剛提到法令的問題 提到務收的問題 我現在要提到的是 化糞池沒有打掉的問題 不論是大樓 還是我們的透天處 化糞池沒有打掉的問題 重重的影響了我們高雄市 做污水下水道的品質 這個對所有全台在做污水下水道 同時的各縣市當中 簡直是高雄市支持啊 我說明一下市長應該也這一陣子很清楚 到底是什麼狀況 譬如說大樓有所謂的重力排水 跟機械排水的部分 但是在九十九年之前 並沒有硬性規定 一定要用重力排水 所以九十九年之後的大樓 在蓋的時候 大概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呢 之前的大樓 可能他們都是用積水排水的方式 那慘的是什麼 是我們在做這一些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的時候 接的是原來化糞池裡面 本來就有一個管線是要排水出來的那個管線 從那邊直接接 那大樓怎麼辦 我們啊 一個化糞池裡面 有很多的東西 從廚房出來也好 從廁所出來也好 重的往下沉 清的水往上 結果呢 從那個管子出來的 只有水啊 只有水啊 種的是沒辦法吸上來的 所以大樓還必須要再抽水肥 大樓要繳抽水肥的錢 還要再繳一條是污水下水道使用費 公平嗎 透天處一樣 透天處一樣的道理 結果呢 大部分的大樓跟透天處 只要有接管的 竟然都沒有打掉化糞池 如果透天處 一戶是可以補助四萬 那試問 大樓少則有六七十戶 多則好幾百戶 不足以讓高雄市政府去補貼他們嗎 結果大樓竟然沒有做任何的補貼 所以 我在這邊就要拜託市長 第一 大樓必須要補貼他們去做所謂的重力排水 第二 到目前的狀況來講 我們簡直就是做半套 所以 根本不能徵收使用費 所以 市長 我們累積了三點啊 到我這裡為止還有 所以呢 我還是要請市長再回應一下 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們可以收市民的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嗎 請市長簡單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污水下水道的這個費用的徵收 跟現階段 那這個化分池 我想那是兩件事 那我覺得化分池的處理 那我會覺得這個 市長 不可能是兩件事啊 沒有啦 這件事情喔 這件事情已經影響到高雄市 將來我們都不廢化分池的狀況 他也是登革熱的一個支聲員 會是全台最有味道的城市 到底有多少誤收的 來局長你跟大家說明一下 多少件 跟議員報告我們四千五百三十七件都是確定 我請教你高雄市三十三萬現在收的裡面 有多少是誤收的局長 你知道還是不知道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資料 我們現在就目前的給水公司要更改那個物貞資料 就是四千五百三十七件 市長啊 你是緊張還是聽不 來你請坐啦 市長 我跟你說好了 我們時間不夠啦 我們市政府連現在我們跟市民朋友 有所多少都不知道 這是上次你破的事 又包括說 我們董人在說的 你只能收不到錢 結果你又把這人送給市民 你再給市民自己去 政出家他的管理 叫他人夠夠 市長啊 你認為一塊五塊嗎 來局長 我們現在一塊收多少錢 五塊 還有沒有別種 我們事業用戶是十塊 還有沒有別種 就兩種 還有兩塊半了有沒有 兩塊半是我們 有還是沒有 有 來你請坐 市長 我看我如果要解釋跟你說 為什麼要收兩塊半 三天三月就說不定 所以市長啊 這年要混亂的市政 這年要麻煩的政策齁 我私底下了解 我們水利局要請坐 所有高雄市 誰要收 誰要收 誰要收五塊 兩塊半 十塊 說要兩當啊 裡面的人跟我講的啦 我真的吃去 現在就要收 市長 市長 我們要一分鐘的時間齁 我要在這裡 我們高雄 高雄市 國民黨高雄市議員 東坦我們這裡 我們要大家服務處 生日一個 退廢 服務中心 我們的高雄市民 你如果有誤訴的 或是你懷疑你請誤訴 歡迎來大家國民黨團 議員的 法務處 齁 我們 免費 幫你 來把市政府 來證書 齁 市政府 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來替你擦槍 市長啊 今天我們當年 跟他講這麼多 我們這 收這個 使用費 齁 他的這個 所佛 他這個 退室 今天我覺得 你 第一 請你要上自治條例 進來 讓這全體議員 做會 來給大家 就位的 心者 提議 希望可以 馬上 停止 請市長說明 謝謝 國民黨黨團 的指教 那 高雄市政府 對於退會 我想 我們市政府 在這個部分 會檢討 更便明的方式 謝謝 國民黨的黨團 那另外一個部分 自治條例 已經議會通過 不可能重授 那第二 不可能 停說 謝謝 謝謝 時間已經到了 謝謝國民黨團 的質詢 休息十分鐘 等一下 歡迎民進黨團